嗨,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种包子的做法 馅是牛肉,胡萝卜,洋葱 先把酵母粉用3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化开 静置5分钟,这一步是为了快速激活酵母菌 中筋面粉加少许白糖,然后下入酵母水 如果你是严格按照屏幕上显示的量 你可以把水全部倒进去 如果没有信心,一点一点的夹 活好以后盖上盖,冬天需要醒发4到50分钟 这是一块比较好的上煎肉 肥瘦相煎,我觉得做牛肉馅比较合适 如果从店里直接买牛肉馅,要当天吃 因为牛肉馅特别容易变酸 到Costco一看,一包6磅,我还是自己搅吧 像胡萝卜,姜这种不爱出水的,我就和牛肉一起搅 但是质地软的洋葱和葱还是要手工切 少许糖和盐 料酒 生抽 由于馅比较多,料酒和生抽我都是放了两汤匙 再放点胡椒粉 我用开水切了点花椒大料水 由于牛肉馅比较干,所以需要加点花椒大料水来调一下 要分几次加,一边调一边观察 什么时候调到泥状了就可以了 如果一会儿你要加含水量比较大的菜,比如白菜 那这时候就需要少添加一些水 调好以后,下入青葱 洋葱 这是香油 我一般把油倒在菜上 这样洋葱或其他青菜被油包住 就不容易出水,破坏馅儿的整体粘稠度 这样调好的馅儿,放一两个小时也不会出水 面饧发了40分钟,没有发的很大,不过没有关系 拿到案板上揉一揉,主要是为了排气 我这个面团气并不是特别多 如果你揉的时候,满满都是气泡 那你就要多揉一会儿 一般包包子都是喜欢薄皮大馅儿 但是薄皮大馅儿,一个是不好包 蒸出来也容易破 而且皮太薄,里边的油可能会渗出来 发面的效果也就比较差 你看擀皮的时候,中间一般都比较厚 主要是怕漏底 其实整个过程,也就是擀皮和包算是技术货 一手托住,另一手的拇指和食指配合 拇指始终不离开,食指帮助一起捏 另一手的拇指把鼓出来的馅儿压下去 而且在捏指的同时,手是轻轻往上提的 最后就形成高出来的一小圈 这样馅儿料就不会流出来了 如果是容易出水的馅儿,这个口要封住 只是把四周轻轻提起,捏在一起就可以 我再来示范一次 像我今天做这个馅儿 即使蒸的时候也不会出水 所以这个缺口我就留着就可以了 都包好以后盖上盖 行20分钟 然后凉水上锅蒸 上汽以后定时15分钟 关火以后静置5分钟再馅盖 白白胖胖的大包子就蒸好了 牛肉配胡萝卜洋葱 非常对味儿,绝对好吃 谢谢您的观看 别忘了点赞订阅 上市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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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